胖子能不能扛住子弹 今天准备了一大袋牛肉脂肪 待会儿用不同的枪射击这对脂肪 看能不能穿透 先从这颗最小的子弹开始 能发射这种子弹的枪也非常袖珍 它的威力大吗 小子弹只在脂肪上打出一个小孔 脂肪背面没有被穿透的痕迹 如果你有啤酒度 那么恭喜你 你相当于穿了一层防弹衣 接下来再试试小口径的马格南子弹 也是有一把小走轮发射 把距离放近一点试试效果 换中子弹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直接把脂肪打穿 并且打到了后面的假人 但是没有进入的太深 如果绝对胖的话 脂肪还是有点防弹效果的 接下来再用这把史密斯维森MP57试试效果 这把枪拥有5.7毫米口径 比刚才的威力都要大 这一枪直接破坏了脂肪的密封包装 打出的洞比刚刚的都要大 但是没有穿透脂肪 接下来再试试9毫米口径的手枪 对准脂肪开火后 并没有那么大的伤害 背面也没有被穿透的痕迹 只能准备更大的家伙 接下来是一把.45口径的手枪 相当于11.43毫米的口径 对准脂肪开火后 表面上看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但这颗子弹居然穿透了脂肪 而且还钻入了假人身体 看来胖还是有点好处的 至少能减缓子弹的冲击 下面的测试越来越粗暴 换了威力更大的左轮 而且发射的还是丧星禀黄的空心弹 空心弹又叫开花弹 具有极高的杀伤力 空心弹的威力果然很强 把脂肪表面打开了花 但空心弹的穿透力很差 只能对浅层造成巨大的伤害 并没有完全穿透脂肪 再换一把威力更大的史密斯维森左轮 同样用空心弹试试效果 这枪和上一枪完全不同 完美的穿过脂肪 但子弹已经失去了动能 砸在假人身上被弹了回来 如果你觉得胖真的有效果 接下来就要小心了 下面是手枪之王沙漠之鹰 发射的是12.7毫米子弹 而且还是空心弹 沙漠之鹰打脂肪不在话下 打开花补说 现场还有很刺鼻的味道 再来看假人 子弹穿过脂肪进入假人身体 如果你真要面对沙漠之鹰 就算是体重300斤都扛不住 但沙漠之鹰都不算威力最大的 这是一把史密斯维森左轮 以大杀伤力闻名世界 发射空心弹会是什么效果 这次射击之后 脂肪被打成了一堆肉泥 啃书闻的都快要吐了 效果就不用多说了 脂肪根本扛不住他的威力 下面再来一把威力更大的现弹枪 现弹枪的效果不同 真正做到了脂肪开花 即使你再胖 挨一发现弹枪都要去见太奶 更可惜的是他还能穿透脂肪 接着再用一把步枪试试效果 我想再胖的胖子也扛不住步枪吧 几乎已经成了烂肉 脂肪毫无意外的被打穿 那么今天打脂肪的所有武器中 哪个最厉害呢 我觉得是这把霸王龙五七七步枪 据说霸王龙都扛不住一发 别说能不能穿透 连脂肪带假人全部干碎 所以说不管你是胖子还是瘦子 在武器面前任何叹击生命都会灰飞烟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